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仪式感还是很强的 我身后是龙芯的新能源品牌 因为 看我看一块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派的 这个是能翻折起来的吗 对 它是上电自动翻转 这是它的钥匙吗 对 它是可以通过 因为我们这个是钥匙 跟特斯拉似的 我们是用三种解锁模式的 第一种是可以通过NFC卡把它刷开 然后第二种的话 就是手机蓝牙连接的话 你手机踹在兜里靠近它自动解锁了 就不需要再刷了 第三个的话 就是手机APP是可以远程解锁的 坐垫上有一个感应器 对 坐垫监测是为了保证安全 能量回收 这个车有TC对吧 TC牵液 因为我们的ABS和TCS是标配的 然后还配有动能回收 就是说你可以去选择关闭它 也可以选择同类一个强度 都是可以的 然后上面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 灯光效果 迎宾效果 它是有迎宾秀的 设置完了之后 它人解锁之后 它会有一些灯光的效果 和声音的效果 安全辅助 测支 胎压自动 SOS 显示效果 主题 三种主题 运动模式 节能模式 还有标准模式 三种模式 对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车的续号 我们现在那个新国标续航的话 大概是150公里 最大续航可以达到240 那电池两大块呗 我们是2块89V 27A的 多少度电 4.8度电 4.8度电 激速能到多少 激速可以达到115 然后稳泰高速的话 大概是105的一个时速 也就是说你可以一直维持在105的一个高速 然后骑的也比较爽 也不用冷却 不需要 它是可以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我看到你们这块有一个充电桩 直接的接口是吧 对 它是可以适配汽车的充电桩 然后我们是1.84千瓦的一个充电 一个功率 所以你最快的速度充满要多长时间 0-80%的话 大概是2个多小时就可以充满 基本上就快充了 对 如果你不用这个的话 也可以使用 就正常的我们家用的220个充电桩 那个要充到6-7个小时吧 差不多 这个座下可以放车盔吗 对我跟车盔可以打开看一下 还是 没问题 对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这个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全路回来 也是可以完全放进去的 然后如果是正的 然后前面还有点空间 对差不多还可以再放一个半部回 然后车座的话 它中间还有弹起的这个感觉 然后前面我看还有一个功能 对这是一个手机无线充电 来我试试 现在这个可能不太行 我看能不能关上 手机壳如果不太厚的话 还真行 开不开了 这个样车还是 尴尬了 没什么开玩笑 开玩笑 没关系 15瓦的无线充电 就是你骑的时候才放在 15瓦的无线充电 对 我坐上去试一下 试一下七星三角 它现在是放了一个 低下高 稍微高的 它总共错高速 大概是不满六十 哦 来这个七星三角啊 我觉得跟那个 刚才那个无级那款车有点像 七星三角 对 那比如说现在我骑着骑着啊 我想充电了 我就把手机拿出来 拿一个小手机 充电 开始看到充满电了 然后拿出来 挺有意思 然后一骑上去的时候 比如我要关机 我一关这个自动会落回来 这个太逗了 这个仪式感还是很强的 有点意思 好